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县长王惠美陪同苏院长视察阳明国中的校舍诊件及太阳光电建制的执行情形 我们也都给予鼓励 那总统也是工忙也都到地方都能够来看看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要为学校斑斑油冷气的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让学校也能参与太阳光电 也能让绿色能源 也能让我们整个地方 包括校园种树等等 来节能减热 各方面都来做 相信会更好 在发电的过程中 我们有215所学校我们也盘点过 就是这些学校有办法在上面盖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也全力的配合 那有关于我们农委会主委一直很关心 农地上面重电的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有做相关的节制 如果是那个所谓的续产业上面的这个加盖 我们绝对都支持的 那但是我这边有三个部分要再跟院长拜托 刚刚原路也跟院长讲 第一个我们铁路高架化 这牵涉到彰化市整体的发展 绿线捷运最后一关也是已经都快到行政院了 这个行政院再一批就过了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二龄的经历园区 那这牵涉到我们这个西南角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三个议题上面 也拜托我们院长再帮忙关注一下 院长不早有预料 彰化的发展绝对是不投往日 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的院长 也谢谢二部会首长的一个光临 那一起努力让台湾更好 让彰化更棒 谢谢大家 谢谢 彰化县政府配合中央 致力推动中小学电力系统改善 及冷气装设等专案计划 提升学校整体教学环境品质 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工艺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